另外再来看到是说呢 那跟中国大陆要怎么相处呢 菲律宾你真的是跟中国大陆是邻居耶 你要好好思考一下 最近呢 小马可是被谁呛了 被前总统杜特地呛了 说小马可是你是隐君子啦 还提出啊 要可能要罢免他的可能性 结果小马可是反向说 你的判断力 受到芬太尼的影响 就反向他 但是呢最新是 小马可是访问越南 然后跟武文赏进行了会谈 然后呢要进行海上合作 还说他一开始就说 海上合作会建立呢 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石 双方也要就国家安全啦 贸易啦投资地区 跟多边问题展开磋商 菲律宾的海警队呢 发言人就说 我们哪这个海上的合作呢 没有要针对中国大陆 是涵盖海洋环境保护 真的吗 我个人认为越南 也不敢跟菲律宾玩太大 因为很明显的菲律宾的 目前的一个做法 是想把整个局势扩大为 你看连路的走不对 这个实在是 这个小猫可是难怪会被人家呛 真的被杜特地呛 被杜特地呛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看你看 刚刚他还跟他说这样走 对对对 然后到最后 那个画面再继续落一下 就是说你看停了停了这样 整个都搞不清楚那个状况 实在是这个人 难怪会被杜特地呛 我想杜特地可能手上长有一些资料 毕竟他前援手呢 对就是说因为杜特地很讨厌毒品 对对 他那个反毒反而很凶 杜特地应该有掌握一些资料 认为这个人有吸毒的可能性 当然他们现在的菲律宾的 现在的政府的击毒单位说气毒 气毒单位说没有啦 小马克思没有吸毒啦 我们的资料上没有 可是我觉得杜特地当过总统 而且他当过打击毒品的 他当过检察官 搞不好他手上有资料 不然他怎么会直接说 你这个小马克思你是乙君子 你应该是长期吸毒 所以造成你脑袋有问题 那他本身跟他是彻底决裂了 他对于小马克思的 对外的政策很大的不满 他认为你不能够把菲律宾 导向去亲美 亲成这样 那现在小马克思到越南去 想要拉拢越南 然后跟他一起去抗争的时候 我倒认为越南不会跟他玩 OK 那当然不管他们怎么吹嘘 可是越南玩不起 为什么 越南跟中国大陆是直接交界 如果越南敢跟菲律宾来南海 去挑衅中国的海警船 我觉得越南本身 现在越南还没有卷入这个漩涡 没有 越南如果要卷入的话 对越南没有比较好 不会啦 应该是不会啦 对我个人认为 越南应该不会跟小马克思这样来玩 所以小马克思想要拉越南 我觉得他的这个计谋 越南不会中计的 对啊 可能你会碰瓷 然后嘴巴说跟你合作 但是呢 人家可能真的就是在呢 海景上的 真的是环境的保育的合作 不会跟你在抗中 所以呢 路透社讲的也很白啊 菲律宾跟越南 在南海有重叠 但是菲律宾跟中国大陆 比较紧张相比呢 菲律宾跟越南关系 其实比较友好 另外再来看到 来看到是菲律宾的驻美大使 他也提到了一个事情 说菲律宾跟美国 有意思在马尼拉举行 外交跟国防2加2 他要拉美国来 然后呢 其实 Austin呢 还有包括布林肯 也要到菲律宾进行访问 然后呢 更别说 Austin之前也跟菲律宾防长 有提到说什么 哎呀 我们啊 那个谴责中国大陆 在仁岸交骚扰的补给行动 其实 原来小马克思刚上来的时候 去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 对 那因为他在选前的时候 他就跟 都特地 那么彼此之间有承诺 所以我们一起携手合作 所以他的对外政策 是会延续都特地的对外政策 那因此他选上了 在都特地的帮助下 他选上了 不然小马克思是选不上的 是 那在都特地帮助他选上以后 他一上任 那没有多久 他就到北京去访问了 中国大陆也很礼遇 也热情的接待 那彼此之间有很多合作计划 结果是美国开始来了 对 美国来了以后才产生变化 对 所以这一次布林肯跟Austin 他们要再度 今年要再去菲律宾 其实是他们害怕 小马克思他又改变了 去故装就对了啦 去故装 你不要给我变喔 我还是给你底气 你要抗中喔 是的 所以我敢保证没有多久 日本也来了 澳大利亚也会来 然后前段时间德国也来了 他们可能会再拉英国也来 再拉法国也来 然后再拉一些加拿大也来 主要目的在哪里 怕小马克思又转向了 所以他们是来坚定这一些 小马克思继续给我抗中 而且也可能会半威胁半利用 对 赖老师这个观点让我真的是 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因为现在小马克思感觉又好像 没有要那么的积极抗中 所以美国要开始故装了 那最近印度也像菲律宾出口 布拉莫斯的飞弹 什么400到500公里等等 那你这个印度也真的不要闹了 现在你真的有可能取代中国大陆吗 美国基因说的很白 海之宝是美国的玩具供应商 他们在制作玩具 但是他转向要向印度来进行 来帮他制造 然后数十种的产品要请他来制造 但是讲了个大百话 印度跟其他国家在效率方面 真的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道批底 也限制了美国公司 向低成本激励转移的努力 加上印度你根本没有 像中国大陆港口运输设施 真的差太多差太多了 美国一直想要分散 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他卯足全力要做这件事 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美国人的想法 就是说他们觉得 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的话 那就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不利的 所以他们要降低风险 他们要降低依赖 可是他们要降低依赖 现在对于企业来说的话 他们一定是思考的就是 这个经济效益的问题 首先他们会思考的就是说 虽然印度或是越南 甚至菲律宾 这些地方他们的工资 确实比较便宜 对啊 然后土地也便宜 所以土地取得容易又便宜 工资又便宜 那理论上讲这两大因素 这个对企业来讲是极为有利的 可是问题是企业他的生产 不只考虑这两项 对 他还会考虑到说 那你的劳工素质强不强 你的生产效率好不好 还有就是你的生产品质好不好 粮率高不高 例如说我同样生产一罐矿泉水 你这个粮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假设你的粮率不好 那我就一直淘汰 最后我的成本不见得会更便宜啊 对不对 所以他还会考虑你的生产效率 考虑你的粮率 考虑你的品管 然后再加上你的劳工的素质好 这些都要考虑进来了以后 他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考虑就是你的电的供应到底稳不稳定 到底充不充沛 他还要考虑你的水到底干不干净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跟空气跟水有关 最后他还要考虑 你都生产出来了以后 我运出去 我的运出成本 我的港口 例如说我从这个工厂运到码头 这段路是高速公路 还是一般的产业道 那如果高速公路可能可以跑 那个90到100公里 一个小时 可是产业道可能只能跑50到60 所以我这个货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的运输成本是不是又升高了 我的实践成本是不是升高了 接着他要考虑就是 我装货柜之后的出口 我的船港口作业 我会不会在海关堆积太久 卡关 卡关 那这些东西他都要计算在内 那如果他的港口的作业效率很不好的话 那我到时候被堆积在港口 我出不了关 那我到时候我违约我要赔款的 所以这些东西等他都考虑在完了以后 他可能还是觉得说 大陆的这个土地成本虽然升高了 劳动力成本升高了 可是很有效率 很有效啊 然后电充沛 基础设施完善 港口作业 机场的作业非常有效率 那这样的话他想一想 我可能不能够这样的移转 我可能只能把那些劳力密集的东西 移到那个地方去 最后组装去就好了 但是我品质高的 我可能还是要留在中国大陆 所以美国你的一厢情愿 到最后做出来的 很有可能还是打水漂 打水漂 所以赖老师您觉得印度 有可能会取代中国大陆吗 30年后再说吧 除非这30年中国大陆每天在睡觉 对啦 那这个赖老师的意思就是 不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不会在睡觉 然后30年后 中国大陆早就到另外一个层次去了 你可能追不上 好中美的博弈真的是 未来这10年都会看到 然后美国不管谁上来 恐怕都还是会抗中当基调 川普真的要特别关注一下 因为他真的有可能要回来了 拜登你这个民调有点差 来看到是华盛顿邮报说 川普说 我如果重新上任的话 将要对中国大陆课征60%的关税 还公开支持取消 中国大陆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但是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美贸易关系 这个本来就是互利共赢的好吗 维护中美贸易关系稳定 跟稳健的发展比较重要 好你真的要刻关税吗 你当初的贸易战 你就被说你输了 你还不认输啊 美国来看到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21年就做了报告 中美贸易战使得美国损失 24.5万个工作岗位 未来5年 2021的未来5年 GDP恐怕会缩减1.6兆美元 川普现在是总统候选人 在努力争取共和党的提名 看起来是没有悬念的 那当然他现在还没掌权嘛 他当然可以喊叫 那喊来喊 可是你上任了以后 你真的会这样做吗 其实我一个大问号 我认为他根本做不到 做不到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美国现在已经不是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对啊 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贸易 就是6600多亿美元 中国跟东盟的贸易 是8800多亿 第一名 跟欧盟的贸易也大概 8700 8800左右 第二 那跟美国已经降到这个6600 而这6600里面 从美国进口的 大概就1000多亿美元 大概1300到1400 出口 中国大陆的出口 还是有5000多亿美元 好 可能川普看到 就是这个出口的 5000多亿美元 那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 就在于 中国出口的这些产品 有没有可替代性 有些真的没有 这第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如果克征到60% 那基本上来讲 中国大陆的产品 进美国就没有任何竞争力了 对 好 因为一百块的东西 税就是六十块 变一百六 一百六 那一般来讲 企业获利没那么高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一般来说 要不就是由进口商吸收 可是一百六的产品 进口商也吸收不了 太高了 因为过去川普的课税 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不等的 对 但是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不等里面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产品 百分之九十的这些税 是进口商吸收 对 不是出口商吸收 不是 也就是说并不是中国的工厂的吸收 是美国 中国工厂基本上是不变的 对 所以它的获利是没变的 但是是由美国的进口商吸收以后 它转嫁在消费者上面 所以通膨那样就上来了 那这个部分里面叶伦承认了 对 叶伦说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就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造成他们通膨的影响 至少百分之零点五 也就是他们通膨会到三四左右 这中间至少零点五以上 是跟贸易战有关 如果甚至他们有人估计可能到一 如果你愿意这样回到原来的 那你整个通膨就往下降一 那联准会就不用再升息了 但是现在通膨压不下来 最主要还是物价太高 那这个跟贸易战还是有关 好 那我们就问 如果说今天这六成 没有办法了 那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就是有一些厂商 他把关键的零组件留在中国大陆 可是其他的他可能移到印度 引到墨西哥或是移到越南去 可是越南他还是会考虑几个问题 电不够的问题 对啊 印度的空气劳工的素质的问题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那我们就问第二个问题了 那中国大陆很可能觉得没办法了 那我就跟你美国的贸易就减少了 可是中国也会报复 所以美国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贸易也会减少 对 这一千多亿也会再减少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对于美国来讲极需而无可取代的 例如说医疗用品 美国的绝大部分的医疗用品 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疫情的时候你那些口罩那些怎么弄 那些口罩啦点滴啦掉点滴的所有的针头啦 所有的医疗用品全部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你本身有没有可能课六百之六十 你没有你的医院就停摆 不可能 所以特朗普最后还是会部分特许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的阿斯匹林 你的几乎所有的这些止痛药抗生素的材料 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大陆 你有没有可能做到 怎么可能 也不可能 好那接着我们就你沃马的 还有你的超市的那些 绝大部分的那些产品 都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你无可取代 例如说你要从韩国 或是从日本 或是从其他国家买的时候 它的价格更高 美国的消费品消费者消费不了 对 那你美国自己的制造商也制造不了 那最后怎么办 例如说你球鞋 你的球鞋 你的运动服 你美国的制造商 他们自己本身也没办法 那最后你美国的消费者没得买 那你怎么办 我们就拿川普 川普你有本事 你有勇气 你就在竞选的期间 你的所有的这些竞选用品 帽子啦 T恤啦 徽章啊 都不要是从义乌来的 拜托 那个时候 我们都会特别看义乌呢 到底谁的商品卖得比较好 那都是一个大选的温度计嘛 你都不要从义乌来 你有本事你就不要从中国到的进口 不要嘴巴骂 Made in China 但是你的竞选的小物 期刊 这些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 就是做一套做一套 不管他是商人 看他这个在那边吹 但是呢 现在看到呢 现在他也抓到一个呢 捡到枪了 跟呢 拜登在叫板 这当然就讲移民的问题 德州州长呢 跟联邦政府 就边境控制权陷入了僵局 然后呢川普就开始呛了 全力支持德州 并且部署一切必要的军事等资源 封锁最后一段的边境 然后还说呢 他也未来上任的话 要请动美国规模最大的驱逐行动 还说越境人员百分之百 会在美国发动大恐攻 这个百分之一百 这胡说八道 越境人员 怎么可能会发动大恐攻 对 恐攻这件事情不可能 拉丁美洲的这些移民者 他们主要是经济移民 他们是要去追求好日子 他怎么可能会发动恐攻 而且呢 他们又没有意识形态的矛盾 他们都是天主教的国家 他们都是天主教徒 他们怎么可能 会有宗教上的矛盾跟冲突 也没有那么大的仇恨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胡说八道 这个川普是习惯胡说八道 他有很多话听听就好 但是我们要这个将心比心 如果你是德州的州长 你是德州人 你在这个美墨边界的这些 你对于非法移民真的不堪其劳 对 非法移民 强调要非法移民 对 你真的不堪其劳 当然啊 他们就这样子举家 就这样越过边界就进来了 那进来了以后 民主党的各州的州长说 你们应该要照顾好他们 那德州州长后来就很火大了 干脆用巴士用飞机 一船一车一车 或是一架一架 就载到你纽约 你们不是说要照顾 要给你照顾 对啊 你们为什么不收 你们为什么表达抗议 那干脆以后你要的话 来我就给你晕道过去 对啊 你也受不了嘛 那所以你不要说一套 做一套 所以德州的州长 对于纽约州 对于很多民主党的州 他们很生气 就是因为他们是伪君子 好 那我们就把伪君子 去摆一边了 我们来看一下 德州发生的事 德州原来盖很多围墙 盖很高 可是问题就是他们 你盖再高的围墙 他一样翻过来 那怎么办 后来他们就在那个围墙上面 加那个蛇行网 那是蛇行网 是刀片网 就是类似这样子 对 刀片网 铁丝网还不怕 OK 是这种 大片网很可怕 那一刮到 会刮到 那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好 刀片网 那就很不人道 或者是这样子 对 那很不人道 那因此呢 那个拜登 拜登对移民问题 一直不重视 而且最糟糕的是 那个贺锦丽 贺锦丽跑去 刚上 刚当选的时候 跑去那边做秀 秀一下子以后就走了 被大家骂死 骂犯了 对 那拜登 对移民的问题 犹豫不决 然后这个也没有气魄 然后就把烂摊子 留给各州的 这些州长自己去处理 然后等到他们 去装了蛇行网了以后 拜登就去告 那告到联邦法院 联邦法院判决要拆掉 五比四 可是德州州长动用了 国民警卫队的军队权力了 这是宪法赴给他的权力 那就双方跟联邦的巡视员 跟警卫队就对视了 彼此之间 因为他们要去拆 然后警卫队不给他们拆 非但不给他们拆 继续再加 那当然彼此 一个是要执法 一个是要对抗 那因此怎么办 就僵在那个地方 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25个共和党州的州长 跳出来支持都州的州长 等于26 美国分裂了 26比24 对 就分裂了 所以美国目前来讲 就陷入了一种分裂状态 但是还没有到决裂了 对啦 但是这个火感觉会不断地燃烧 因为来看到这个德州州长阿伯特 因为刚才赖尔什说 25名的共和党州长支持他 然后他也说 依据美国宪法 德州遭到入侵有权自卫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其实这个德州的副州长 他也说 德州人是有权保卫自己的公民 保卫国家 警告拜登政府 你别惹德州 德州如果真的要独立出来的话 他也是真的很大量体 是美国第二大州 面积70万平方公里 人口3000万 GDP2.4兆美元 还有现役军援11万 然后现在很多国家都开始 针对这件事情表态了 现在看到的是 梅德韦杰夫 俄罗斯的部分说 美国要引发新轮内战 扎哈罗瓦 俄罗斯发言人就说 拜登应该组建国际联盟 来解放德州 然后俄罗斯议员 米罗诺夫说 有必要的话俄罗斯愿意成立 德州独立公投之后的提供帮助 而且我们也会承认德州人民共和国 因为德州长期以来是 一直主张要独立的 他一直有这个声音 然后他们也想要举行公投 但是没有真正的付出行动 没有 其实还有一个州 也一直主张要独立 就是加州 加利福尼亚州 他们也一直主张要独立 他独立出来也不得了 加州很富有 非常富有 因为加州很多人 他们是认为说 没有理由他们的财富 要被联邦政府拿走一半 然后联邦政府 也没为加州做了些什么 而且联邦政府本身的腐败 也没有让整个美国过得更好 你拿了我们那么多的钱 你也没有做出 什么对美国更好的事 也没有让我们加州更加的富裕 所以其实如果加州 真的要独立的话 加州的州民 会变成很富有的国民 非常富有 非常富有 因为他就不用交给联邦政府 而且不要忘了 加州有海岸线 所以加州可以对外联通 一点困难都没有 所以加州如果真的独立起来的话 加州会变成人类间 非常富有的一个国 加利福利亚共和国 这个国可能是人类间非常富有的 大概是排名前十名最富有的国家 而且不要忘了 他不用再被联邦政府 拿走一大半的钱 他自己可以把自己管得非常好 这个时候我想 旧金山的那些移民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他们的钱够多 而且他们可以的 社会福利可以好到不行 全民健保了 医保了 什么东西都有了 因为他们的太有钱了 这是第一 第二个德州也很有钱 德州他可以养活 这三千万人可以养得非常好 德州本身 您想想看 德州如果独立起来的话 德州也是很富有的 因为他的石油 天然气是很丰富的 而且他本身也有很高科技的发展 大学的发展也都很均衡 所以美国事实上是有一些州 他们是有独立的本钱 那要看他们下不下决心 因为 何必被联邦政府这样管来管去呢 因为管的实在是 也够令人烦了 而且呢 也永远这样子 那个 换来换去 然后越选越糟 一个狂妄自大的川普 一个是认知有问题的拜登 那美国的人 还要被他们玩多久 我倒觉得他们是可以独立的了 对啦 所以但这也凸显出美国真的 内战化了吗 或者是 蓝 不是我们是蓝绿 这边是红蓝州 而且没有人会去攻打他们 对啦 没有人 他们很安全的 他们很安全 他们相对来讲更安全 所以賴友欣怎么办 独立以后更安全 所以共和党就有这个葛林说 呼吁共和党控制的红州 跟民主党控制的蓝州 我们来进行国家离婚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想法而已 我相信他们可能 短时间不会付出行动 除非联邦政府已经到天路人院了 那也就是说这些州的 州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觉得我们够富有了 我们没有必要再去 承担其他穷州的这个财政 那我们自己可以过上好日子 为什么我们还要 跟他们合在一起 对 更何况 其实不会有人要攻打他们 他们相对来讲很安全的 我觉得美国人 而且美国人也不会再 不会再到处欺负外国人 我觉得美国人来讲 他们反而 也不要讲美国人 因为以后就是各州州民 那老师是期待 他们各自独立就对 家国人 家国人 德国人 德国像会有两个德 德国还是德州的 那他们会更加的丰富 多采多姿 其实以前美国都告诉大家 美国是民主的灯塔 他们的制度是全世界最棒的 但是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 两老在那边内斗 然后各州这样子乱成一团 尤其是治理不张的问题 导致各州也想要独立出来 所以美国还有资格说民主灯塔吗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层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选口